普利镇中校三路内的大楼消防栓旁 因为有民众长期停放车辆 造成摄取居民担忧会影响消防救灾 但因为路旁无划涉红线 普利分局无法取缔 在经管理委员会的反应之下 今日县议员叶仁创也邀及县府公务处 以及普利分局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这边大楼因为这个巷道比较窄 然后怕如果有火灾的话消防车 进出运作比较困难 所以这里是消防出水口 我们希望这边的话最好画红线 让那个违规的车辆不要在这边停 然后现在像高雄上次发生那个大火灾 所以住屋的对那种消防安全的意识越来越高 所以就希望我们管理委员会能够去做这个事 县议院业人创表示 依照消防法规 社区住宅消防栓前是禁止停放车辆 因此也呼吁民众 为了公共安全一定要遵守法律规范 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全 今天来我们埔里的阳明大楼 那来做一个会访 这主要就是说 我们那个消防的连结的送水口 周遭前后大概五公尺以内 其实都不能去停车 本来就有所规范 这个就是为了预防 万里如果有危害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的消防人员 我们的消防车的进出 我们消防车连结取水的时候 能很迅速很便捷 很有效率的来执行他们的工作 来救灾的这个任务 这对我们当地的百姓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异常重要 副一长潘一泉除了要求县府公务处 能够尽速派人划设红线之外 同时也呼吁民众 不要在消防栓旁停放车辆 保障消防救灾时能够更顺畅 确保大楼居民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道